其實每次見客時有很多人客都問我 究竟為什麼要買重疾保險呢? 其實我也有轉保險 為什麼額外還要付一筆錢去做呢? 其實在我們的概念裡面 醫療保險就是一個實報實銷 你有西醫的醫藥費單回來 然後我們就賠回 根據你買的保障賠給你 但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當我有些嚴重疾病的時候 其實人客是無法上班 但可能他家繼續要供樓 繼續開支照顧小朋友 要交學費 甚至當他單身也好 其實他自己也要買中藥、優藥 是回不到工作 未必會有人工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以人客五年的年薪 例如他一年是賺五十萬的 我們就計五年 他起碼要買二百五十萬的重疾現金保單 其實就保障到他的生活可以休息五年 所以我們都會跟人客說 量力而為 先買左轉保險 有能力的 我們再買大額一點的重疾保險 令到自己可以安心休養 好嗎 待會兒